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吕布卡莎进场收获四杀 在T1对战C9的比赛中 17分钟一帮人抓宙斯 飞克尔赶紧TP来救 本来以为飞克尔下来后就走了 但是他在兵爪消失的最后一秒回头了 W皆永双控住了两人 然后大招规避伤害 这时宙斯开大carry进场 小吕布卡莎飞入 这C9团战犹如秋天的树叶 一碰就碎了 虽然杰森推的不错 但是伤害不是一个量级的 然后小吕布很轻松的就拿下了四杀 这好坐牢啊 来 但是有踢 就硬帮武器找优势 但是人家也有踢 就呀 一个星石的剑模 这反手要砍你两个 但是这边 诶 飞克尔进场了 对呀 我来了 大家飞克这个位置 飞克还有大招可以慢慢拖了 法局已经没血了 这边看一下 志明进来 一波推 推了三个人 推了还不错的伤害 怎么说 没伤害啊 飞克还没死 但是点燃好像 飞克了 7拿下了 反倒是小吕布整了个四杀 Mako猫咪极致诱惑 杰杰盲僧超秀阿闪 在EDG对战Fnatic的比赛中 21分钟 圣强哥在一旁 打了奥恩一套后 发现有机会 立马大招分割了阵型 炸毁奥恩后 Mako猫咪立马给大 但是奥恩太肉了 并且回头叫羊 准备反打 而Mako这里勾引很到位啊 骗到了大招 还把最关键的沙皇骗过来了 这没闪的沙皇 立马遭到了EDG围殴 瞬间倒地 同时杰剑盲僧Q中了滑板鞋 二段飞过去 不着急 等你叫闪 然后调整角度 一叫阿闪 后面的队友跟上来 轻松收下了人头 下面就是收割盲事了 开大大的Viper 追过来陆续收下了 Fnatic的半退良人 一个侧后方 躺起来 先撞一下 在正面的话听一波没中 两个抢波中线 啊 炸过来 打爆了 先杀Wonder嘛 Wonder要一个意见往后走 大V稍微挡一下 拉扯一下大招 我有一锤先锤走了 锤走了一个 把杰杰给锤走了 拉扯得很好 但是后续一滴机可能也不好去 这边留人了 空了个大 空到这个位置 没闪现了 这边猫咪拿下了这个人头 看这边上来 杰杰杰一个一脚踢出 这边Apset的一个闪现了 杰杰回来 Apset也要倒 杰杰倒下 哇 这波猫咪拿了杰杰的人头 海里森也要死吗 这个位置一丝血 被一个盔子的挂死 怎么大龙有了 大获全身了 一力气 班瑞亚布隆关键盾牌挡住阿水大招 让涛博陷入泥潭 在第二次对战涛博的比赛中 9分钟涛博这边想三包二 帮阿水的德兰文提款 而且代夫的也只剩半血了 于是马克闪现大招 小天也过来锁头 但是白表打得太好了 W过来守护代夫的 然后异技能挡下了阿水的关键大招 这导致阿水交了闪 也没能杀掉代夫的 人头被小天收了 后面DRS终于也支援道 这淘博就炸了 马克倒了 阿水一个人在这也没什么办法了 其实这一波 如果阿水拿到了代夫的人头 然后死了 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没拿到就太伤了 尝完德兰文的玩家应该都知道 阿水两个斧头 现在把代夫的打到半血以下 他还也溜了 直接双锁 把Baryl直接正开 Baryl马上可以靠过来 这一套直接给阿基 但是被一个意志能给没收了 哇 那这样的话 人头是由天拿下来 这一波其实主要还是想给阿水吃头 白手一勾 勾到墙 但是旁边Zekka先到了 阿水就会先死 别走不了了 哇 那这样 尘数要掉了 哇 Zekka拿下双伤 嘎啦狂风闪现一打四 看着现场观众都沸腾了 在阿基队长CFO的比赛中 28分钟 手高低的CFO不想做一代B 于是 木木闪现开团 小兵虽然大招爆了一下 但是瞬间被秒了 呼吸哥也顶不住撤了 眼看CFO要手下这一波时 嘎啦直接狂风接闪现 冲到了CFO四人脸上 打出了爆表的AOE 然后小微闪现大招 闪死木木 变身木木后 又精准一钩勾中了波比 这下小虎也按捺不住了 一闪W接大招 瞬间怼死了CFO的双C 这一波嘎啦的闪现冲脸 太震撼了 我都觉得阿基要撤了 结果嘎啦真的让我大吃一惊的 就拼盔了也把CFO剩下两人赶回来水泉 小明晚豪叹为观止 REW命中四人 RNG魅如画的团战 在RNG对战CFO的比赛中 15分钟阿木木被RNG抓到了 CFO队友来了 还想反打于是给了机会 小明晚豪立马出击 大招接一直接命中四人 然后小虎给上永双 小明W一红制 小微破百王 在大招收割团战瞬间爆炸了 这就是RNG的团战吗 打得也太伤心悦目了 这就是挑战吧 算是要破战 这就是说CFO自己的双飞 想跟输出 想跟得有点急 他们自己的位置有点太差了 被小明全部得到了这个机会 这差战美如画呀 美才美才 节目的最后呢 各位看看老爷都懂的 别忘了给戴梦点个赞 关个住吧 我们相约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